要是能出到诺宾啊 要再到400万到600万之间 太带了 兄弟们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今天的话呢 咱们就来盘一盘 昨天咱们买的70公斤的大个头南墨 它也是属于是这个MC级别的啊 它打登的话呢 也是什么表现都没有 按理来说 这种料子的话呢 也应该是有一个先洗裂过程 但是的话呢 它完全是一个刺激 直接的话呢 就给它干了 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是有表现的 看到没有 一点点淡淡的 一个黄雾的一个表现 像这种大个头嘛 基本上可以说是90% 乃至95% 它都应该是垮的 为的就是那5% 或者是1%的那个一个概率 因为的话70公斤 它里面只要能达到一个细糯种 或者是一个糯种 它能够出手朵 这样的料子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属于是长的 因为的话呢 量变引起质变 这种料子的话呢 具备了一个量变的一个条件 你一个糯种跟一个糯化种 虽然说层次只是跳了一个档次 但是对于这个石头来讲 它的身价就要翻上百倍不止 这就意味着这个料子 是能出100条糯种手肘 和100条糯化手肘这个区别 它长就真的是非常幸运 跟种彩跳一样 但是它缺去一个尝试 这个料子的话呢 我们玩的就是一个心态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赌食 在自己能力条件内能够接受的 下次如果说是不喜欢玩的 所以我们老赵如果碰到啊 上百公斤是吧 大几十公斤的料子 是吧 价格比较便宜的 也可以留给大家看看你们的运气 会不会比老赵切这个要好 OK 咱们话不多说 直接上去开干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家伙 是不是啊 基本上要五六个人谈啊 马上的话呢就要揭开它里面 真实的面纱了 紧张刺激的环节又到了 这种大料子如果说是你要是能出到诺斌啊 这一个料子啊 基本上要再到一个四百万到六百万之间 出首个人的情况下 但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是无鸡 如果能玩到冰无鸡也是一样的 要推天了 好了 完了 大家们 亲切一下 还清忘了啊 来 开散了 这种料子的话呢 是要切到一个半个小时左右啊 我们就先出去喝点咖啡啊 小说一下 一会的话呢 咱们直接来看成果 好吧 来 朋友们 咱们这个饮料也喝了 饭也是饱了啊 来看一看 这个料的话呢 有没有切好啊 一切开了 看一下啊 一百万的东西 能玩出个什么名堂 哎呀 哎呀 这个料子啊 这个里面啊 切出了这个水木工箱啊 oh god please no no 他就挺漂亮的 是吧 可惜啊 然后像这种的话 他又是翡翠啊 是吧 像这里的话 他又是翡翠啊 旁边这种的话 又是水木啊 放弃的话 买东西的话 还是要小心啊 还是要小心 堵石有风险啊 各位朋友们 一定要谨慎啊 这期的视频的话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下次的话 我们要带给大家 大家切更猛的货啊 好 好